上回书说到曹操杀了杨修杨德祖 曹操为了治这口气指挥大队人马出野谷决战 没想到诸葛亮非常聪明派马超超了曹操的后路 不但得了曹操的后债得了曹操的中债 而且又到后边杀成了 曹操没办法指挥人马跟马超一战 正在这时候大将卫焉卫文长突然间杀回来 任寇田险八大一箭正射到曹操的面门之上 曹操扑通一声就翻身坠马了 卫焉刚要催走下马掌中刀过去一刀 结果尖尘的性命 突然间有人高声寒嚷 羞伤我主 曹操手下重胆将一看 说话的大将正是庞德庞令明 庞德奋扭向前掌中截头刀就跟大将魏严杀在一起 曹操手下的人赶紧把曹操救回营中 这时候马超的兵将已然退下去 曹操带着剑伤回到大营 军医官赶紧过来给曹操相治伤 这支剑震射到曹操的人中之上 而且把曹操门牙射掉了两个 曹操治完伤之后 躺在床榻之上 想起了杨修的话 其实是我不应该再进兵了 杨修虽然聪明得罪我 但是杨修看法是对的 来呀 将杨德祖尸身收起 带回去入土厚葬 传令班师回归许都 这回曹操是决心不打了 就让大将庞德断后 曹操指挥人马撤兵了 因为曹操有伤 就躺在一辆战车之上 左右虎奔军 保护着曹操前进 刚刚出了野谷 四面八方炮鼓连天 杀声震耳 报 曹操在战车之内 问了一声 何时病报 何病大王 马超指挥人马杀上前来 快走快走 有大将庞德断后 把马超战败了 往前再走 没想到西蜀的兵将 层层往上上 不管走到哪儿 都听见炮鼓连天 有西蜀兵将前来干扰 曹操一路之上 十分担心 曹操是人人胆战心寒 只有急行军 连夜间都走 就这样 一直走到京兆 曹操才算放心 咱们输回头 再说刘备刘玄德 刘备兵定汉中 然后命刘峰 孟达王平 恭喜上庸 这几个郡 曹操的上庸 太守申丹 知道曹操已然 起汉中而走 就归降了刘备刘玄德 汉中一定 诸葛亮的隆中决策 跨有精益 基本上就算实现了 刘备很高兴 安民之后 大赏三军 人心大悦 这时候重战将 就跟诸葛亮商量 打算请刘备成敌 诸葛亮说 你们得听我的 这样诸葛亮 就带着法政法校职 来见刘备刘玄德 诸葛 曹操专权 百姓无主 您仁义住于四海 现在又有了两川之地 诸葛 应该应天顺人 继皇帝为名正言顺 以讨曹贼 事不宜迟 就请选择吉日良辰登大宝 以泄天下万民之心 刘备刘选得大吃一惊 这一惊非同小可 军事之言差 我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 可是 现在当今万岁汉贤地在朝中 我是臣子 我现在要称帝是反汉 我是大汉的叛逆之臣 诸葛亮摇了摇头 主公之言差 而尽天下分崩 英雄蹦起 各巴一方四海才得之士 舍生忘死 而保其一位英明之主 为什么 都为了盘龙抚凤 建立功名 主公 如果你要退贤手艺 恐是众人之望 愿主公三僧 诸葛亮着话 刘备明白不明白 刘备相当明白 人家这些人 保你刘备盖什么 只希望你刘备 将来得了天下 成为英明之主 大家作为开国之臣 名流青史 享不尽的荣华 受不尽的富贵 要不然在家待着好不好 跟你玩了 怎么半天命 你什么都不是 我们是干什么的 这话就说白了 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刘备刘玄德 就跟诸葛亮说 军事 要让我千居尊位 我可不敢 这件事要从长进 大家全都跟刘备说 主公 您要是推去 我们大家伙的心就凉了 诸葛亮借着大家伙的话 又跟刘备说 主公 您平生以义为本 现在不能称地号 但是你有了京乡两川之地 可以斩为汉中王 哎呀 军事 你们越尊我为王 可是没有天子明照也不行啊 刘备刘玄德想不想当汉中王 想 可是有一节 没有汉贤帝的诏书 我这汉中王是谁疯的呀 诸葛亮跟刘备说 主公 而尽曹操掌握朝中大权 携天子以令诸侯 祖 朝廷 以众诸侯之路 您无法到天子进前上表 所以就不能居于常理 正说到这张飞极了 大哥呀 异性之人都能为君 再说您是汉史宗派 您是汉史宗亲 当今万岁 磕过头认您红数 甭说称汉中王 就称皇帝 又有何不可呀 刘备不敢深吃大驾 只好就把这口气撒到三帝张飞的身上 以德呀 你修要多言 没有天子诏书 我怎么能称为汉中王 诸葛亮借这机会 又劝刘备祝公 您应该一一从全面 先敬畏汉中王 然后表奏天子 也不迟 这意思呢 您先当汉中王 然后再上表 其实刘备也明白 即便上了表彰 到了曹索手里曹索 也不会把这表彰 交给汉先帝刘邪刘伯和 也不能名正言顺 这也不过就走个过场而已 所以刘备也就推辞不了了 这样在建安二十四年秋期 就在缅阳建造了一座坛 坊间酒里分布五方 各设惊奇遗仗 西蜀所有的文武官员 抱着刘备刘玄德登坛 称为汉中王 文武官员拜合完了之后 刘备立儿子刘禅为世子 封许敬为太父 法政为上书令 诸葛亮为军事 总理军国大事 然后封关宇 张飞赵云马超黄忠 为五虎大将 魏延为汉中太守 其余的就按照所有的人的功劳 原来的级别 该定什么决定什么决 刘备称为汉中王 就写了表彰一道 派人送到许多 刘备就算正式称王了 这表送到许多果然送到曹操的手里 曹操在叶俊呢 住在魏王宫里 现在曹操是魏王 好啊 你一个知习范吕之人 你也敢称王 你不过就是卖草邪 卖草席的小儿 我称王 你也敢称王 来啊 请全国之兵 发本两川 灭刘备刘玄德 曹操气坏了 就在这时候 有人来到曹操面前 大王 宁可不可因一时之怒 勤劳居驾远征 臣有一计 不需要您非一张弓 也不需要您非一支剑 可以让刘备刘玄德 在西楚自售其货 等他兵衰力竭 大王 只需要您排一元战将 带几万大兵 兵发两寸 就可以灭掉刘备 曹操一听 这人说的话 说得太对了 仔细一看 这个人正是司马仪 这时候司马仪 已然渐渐出头了 曹操很高兴 仲达 你的话说得我很爱听 不知道你有何高见 大王 江东的孙权 他把妹妹嫁给了刘备刘玄德 可是趁着刘备进兵取西川 他偷偷的派人把他的妹妹又取回东吾 而刘备呢 又站着荆州不还 所以东吾跟西蜀之间有切齿之痕 大王 你用不着发兵 可以派一个能说的人一个蛇变之士 带着你一封书信 到江东去面见孙权 让孙权兴兵打荆州 这样刘备必然发两川之兵打救荆州 到那时候 大王 临在指挥人马 去取汉川 使刘备首尾不能相顾 刘备是必败无疑 司马仪这个主意 这叫不消自家费力 而且挑拨东吴孙权 这个办法连无基属 这可是司马仪审时夺势的一条高级 曹操听完了特别高兴 马上写了一封书信给孙权写的 就派手下谋使满崇满伯宁为使 赶紧星夜购奔江东 面见吴侯孙权 满崇到了东吴之后 有人禀报孙权 孙权立刻把所有的谋士 召集在一起 商议这件事情 这时候 鲁肃、鲁子敬已然死了一年多了 鲁肃的意思 是诸葛亮万万也想不到的 所以司马仪的联武基属的政策 也就非常容易成功了 鲁肃不在 周瑜早已然死去了 东吴头一个敢说话的 就是谋使张昭 张子布 张昭就跟孙权说 祝公 咱们跟曹操 并没有仇恨 只不过因为 诸葛亮来了 前来下说辞 使得这几年连连征战 老百姓遭受刀兵涂炭水火之灾 现在曹操既然派了满宠前来 必是讲和之意 我看 主公可以以礼相待 代为上宾之礼 有什么话可以好商量 从张昭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张昭 张子布的想法 跟当初火烧战纯 赤壁敖兵的时候 没有什么变化 孙权 就按了张昭的话 命手下众谋士 把满宠满伯宁 接到城中 用上宾之礼相待 满宠行完了礼之后 就把曹操写的书信 承交给孙权孙仲谋 然后跟孙权说 孙将军 东吴跟魏自来没仇 只不过是因为刘备 所以魏王千岁 派我前来面见吴侯 请孙将军 指回大兵攻去荆州 魏王的带兵攻打汉川 这样两路夹击刘备 等把刘备破了之后 跟孙将军您共分疆土 势不相倾 这话很好听啊 把刘备灭了之后 刘备的地盘 你一半我一半 永远你不侵略我 我也不侵略你 孙权不管后边的话 现在能够两路夹击刘备 能够夺下荆州 这是孙权的主要目的 孙权看完书信之后 设宴款待蛮宠 然后让牟室张昭这些人 陪着蛮宠满魔宁 到管舍前去安息 当他们把蛮宠安顿好了 回来入见孙权 这时会儿孙权 还是拿不定主意 就问手下众位牟室 牟室雇佣就跟孙权说 主公 虽然说蛮宠是前来下说辞 但是他说的话也很有道理 现在可以把蛮宠送回去 约会草草 然后派人过江打探打探 关云城的动静 回来您再决定办法 旁边牟室没人说话 可是诸葛锦在这站的呢 诸葛锦心中有数啊 诸葛锦心说 如果鲁肃卢子经不死 恐怕鲁肃是不会同意 张昭雇雍的话的 鲁肃已然死了 现在只有我说话了 因为诸葛锦 确实跟鲁肃的看法相同 必须孙留两家联合 以来对付北边的曹操 诸葛锦就跟孙权说 诸葛啊 我听说 关云城坐镇荆州不可一世 向来咱们江东 跟刘皇叔很友好 是不是 不要跟刘备反目 哎 此语呀 刘备刘玄德进了西川 仍然不还我京腔事业 诸葛 您听我良言相劝 我听说 关云城到了荆州之后 刘备给他娶了妻 生下一子一女 关云城的女儿还很小 并没出嫁呢 诸葛 我愿意替您 为您的世子 面见关云城求婚 如果关云城答应了 把关云城的女儿 嫁给主公您的儿子 两家成为联姻之好 咱们就可以跟关云城商议 共破草州 以分草州疆土 如果关云城不肯 您啊 再帮助草州进去荆州 诸葛锦的办法是相当不错的 孙权点了点头 也认为诸葛锦说的很有道理 好吧 大家散去之后 孙权就把蛮宠请来了 先让蛮宠回归许都 然后派诸葛锦为使 让他到荆州 面见关云城前去提琴 咱们书以简洁为妙 诸葛子余来到荆州 有人禀报关云城 关云城吩咐有请 诸葛子余进来了 拜见二军侯 子余请坐 诸葛锦望着一坐 抬头再看关云城 诸葛锦心说 现在关云可不可一世了 关云城总督荆州的事情 现在关云城望着一坐 那真是头上有千层煞气 面前有百步威风 诸葛子余不知不觉的 说话的声音都低了 啊 君侯 我来 是为了结两家之好 我家主公吴侯 有个儿子非常聪明 听说关将军 你有一个女儿 所以命我特来求亲 两家结好合力破槽 这样的美事 还请君侯私之 诸葛锦是低头说话 关云城这个人 向来听人说话 是威争单方目 等诸葛子余说完了 关云城握残眉一条 两只眼睛就瞪起来了 把脸望下一沉 五六常人 胸前漂白 前来求亲 把我的女儿许配给孙存之子 告诉你 诸葛子余 我要不看在你弟弟诸葛亮 是我家军事份上 立刻把你杀了 诸葛子余 虎女安肯家全子户 你休要多言 来 左右给我乱棒打出 哎呀 诸葛锦万也没想到 关云城输出这样的话来 而且把自己轰出去 关云城骂人了 关云城说了 我虎女安肯家全子户 其实关云城骂人也不对 关云城说了 我的女儿是虎女 虎将之女 孙权你的儿子是全子 那么孙权就是狗了 如果孙权要是狗 孙权的妹妹就是狗妹妹了 刘北刘玄德娶了孙权的妹妹 那是狗妹妇 你们刘关张 桃源三界一 你大哥是狗妹妇 你是什么呀 所以关云城 竟过得出气了 你孙权把你的妹妹 嫁给我大哥刘北 为什么趁我大哥进兵西川 把我嫂子私自偷走 关云城虽然生气生的也对 但是关云城不应该出口不讯 关云城不应该骂人 到这时候 关云城就忘了 诸葛亮临离开 荆州时候的祝福 诸葛亮临走的时候 告诉关云城了 必须东河孙权 北拒曹操 所以说关云城 拒婚并不是不对 也不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因为婚姻 绝对不能解决 两国之间的问题 为什么孙权 接走孙夫人 曹人的女儿 嫁给孙权的弟弟 也免不了致敝 敖兵火烧战船 就是关云城不应该骂人 本来这时候孙权 并没有下决心 联合卫而攻暑 所以才害诸葛锦 前来荆州求亲 关云城这么一骂人 就把孙权的火激起来了 孙权这好就能拿定主意了 所以关云城骂人 是绝对不对的 诸葛锦被轰出去了 抱头鼠窜 回到东吴 面见孙权 诸葛锦人 那人老实人 不敢说瞎话 一武一实 全都禀报了孙权 他这点 就不如鲁宋 鲁子敬了 如果鲁宋 也不会办出这样的事 诸葛 关云城说了 胡女安肯嫁 全子乎 那孙权还不生气吗 孙权气得 紫胡须都扎实起来 呀 关云城 你欺魔太善 何台无礼 来 把所有的人 给我召集一体 上你进去京州 孙权手下的文臣武将全来了 孙权传下命令 调动大兵 要兵炮京州灭关云城 孙权的谋士 布之布子山 十分聪明 诸葛 请您 展示雷霆之怒 子山 你有何话讲 诸葛 曹操是大汉国贼 他有心篡汉 他怕谁 怕的就是刘备 因为刘备姓刘 是当今万岁的皇叔 而且刘玄德 信义住于四海 有刘备一天 曹操就不敢窜汗 主公 为什么曹操派满宠 来到东吴 请您发兵灭属 这是嫁祸于东吴啊 子山啊 话虽如此 不管曹操如何动机 我确实是久想夺下荆州 主公啊 您的心意 为臣我很清楚 但是 曹操派大将曹人 屯兵襄阳 屯兵返城 襄阳返城跟荆州 又没有长江之险 他们从汉路 就可以去打官云场 他为什么不打 让主公您动兵呢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奸曹之心 主公 您可以派使者到许多面前曹操 让曹操传下命令 让曹人在汉路起兵 攻打荆州 这样 官云场必然率领荆州之兵 而去返城 如果官云场一动 荆州空虚 主公 您可以暗中派员战将 偷取荆州 一举可得 孙权到底用不用布置的计策 下回再说 士敬发的侦 字幕就来说 也不信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